信仰和科學是相對還是互補? 幾世紀以來,科學家和神學家都在談論這個議題 即使今天一本新書《天主》也是如此 科學、試驗、革命的曙光 嘗試在宗教和科學之間找到和諧 《天主》的存在而不進一步做任何事 這就是我們所稱的自然神論 所以我們的觀點只是想知道 是不是有一位創造者天主? 無神論者不可知派 穆斯林教徒和猶太教徒都可以閱讀這本書 這本書就好像在詢問 在宏偉的時鐘背後是不是有一個標準? 兩位著者都是工程師 他們描述了20世紀科學革命導致人的心態 是出現改變 認為天主的存在是無關重要和過時 當時很多科學家 諸如佛洛伊德和馬克思都是這樣主張 似乎所有在1500至1900年之間的科學發現 都反對天主和宗教 為人來說 似乎宇宙越來越可以在沒有天主的情況下被解釋 如果宇宙可以在沒有天主的情況下被解釋 人們會認為它可能不存在 在1900年代 基本上所有知識分子和哲學家都是無神論者 但是在20世紀 有很多發現挑戰宇宙能否進行自我解釋 作者們引用熱力學的發現 量子力學、生物學、大霹靂理論 改變科學和宗教的面貌 但即使有了這些發展 這兩個領域的關係似乎仍然遠離主流媒體 我們聽不見的理由是因為人們認為這個問題是無法解決的 是不能被決定的 如果是不能被決定的 這樣它就會變得無趣了 但實際上 這樣是不對的 是可以解決的 它不只是經典宗教哲學的結論 現在我們和很多其他科學家都相信 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天主的存在 實際上 說從來沒有那麼多證據是公平的說法 經過三年的研究和寫作 連同二十幾位科學家 專家和諾貝爾獎得主 作者們主張 科學和信仰不只是互補 更加是彼此需要來理解對方 所謂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